哈嘍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是一个追踪我的IG FB 推取BB还有Discord 今天12月14号在天地节 幽城在领微信官方公开了 法海的天赋绝学的部分 那法海的 的属性是光 狮子是铁味 不过一看技能的部分是 猛士 天赋的部分 普渡教育 教育 伤害提高20% 主动攻击时目标每多 攜带一个有益状态 降低6%到3% 那最多最多 可以到18%到9% 那最多是叠 三成的意思 那主动攻击前呢 可以趋上目标 一个有益状态 那如果你是单体攻击 的话 额外驱散一个到两个 这六星是两个啦 那行动结束的时候呢 如果对两个 对两个内的随机一名 为攜带有益状态的敌方 撕下阴炫 那 假设 五香的想法 是说假设你攻击那个人 他身上有 有 那个buff 然后你攻击完之后 他会被你消掉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就会被你阴炫 如果要确保 你要 暈眩是你攻击那个人的话 他周遭要没有人 这样子的话 就一定是那个人被暈眩 好 他就是 会增增加伤害啦 呃 伤害 撑伤害提高20% 这是固定的 他另外一个就是 呃 但是如果敌人就是身上的buff 很多的话 你就是 你的伤害就不会被 变这么高 也就是说 呃 所以他后面才会说 主动攻击的时候呢 会去上目标的一个buff 就是增加你的伤害啦 那你可以把人家的buff给消掉 消完buff之后 就可以让水晰一鸣的人呢 没有期待buff的人呢 施加阴炫 我觉得这一点的天赋 其实还算是不错的 好 再来是 招式绝学的部分 叫化正针 消耗自身的气血20% 那这个消耗气血20% 是无法被免疫的 那这个单体技能 造成1.6倍的伤害 那你击杀目标之后呢 该绝学的一些时间减少2 反之 你战后 可以施加这个暈眩的状态 持续预回合 那这个战后 就比较不好了 不是占钱 像理由是占钱嘛 那假设你这招去打无邪的话 嗯 要小心一点 不过我们后面他有一个增 那个 增加免伤的部分 好 我们看一下后面 凡天的 这是深圣凡天 对方人内的所有力量到0.5倍的伤害 然后可以降低目标的2.7力 那这 凡海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降低人家气力的 那进展期间呢无法 获得气力 那你自然可以获得凡天的状态 持续两回合 那凡天的buff是 你免伤可以提高50% 也就是说 最好是先放 升上了凡天之后 你再用叫化阵阵去打敌人 那敌人如果没有被你打死的话 他就一定会被你暈眩 那这是最好的方式啊 因为你至少这样子不会死掉 那这个房间持续的时间两回合 其实也蛮够的啊 然后可以免疫所有的免疫有害状态 那这个是不可以被驱散了 那对战之后会消失 那状态消失的时候呢会驱散 两个内所有的地方 两个的buff 好再绝学 重天并展 还是重天并展 好对方位内有出过敌人造成0.6倍的伤害 呃绝学方位内会生成淹灭的地形 持续两个回合 那淹灭的地形是敌方无法获得友谊状态 那就是确保他的天赋的增上 可以稳定输出了 就是 如果是以抽卡来说的话 我还是比较 比较喜欢抽小青啊 比较想要抽小青啊 那当然法海是有 他的特色在啊 但是这两只相较之下 我反而想要抽小青 好 那夜面就是 无法获得友谊状态 当然你打pvp或什么的 当然也是好用啊 增加就是阻挡敌人用这个友谊状态 好 片射十方 那这个是主动跟被动啊 那被动是遭受攻击 对战之前呢 那敌方有友谊状态数量小于3个 那你的射程会加1 ok 那主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一个目标 深周的指定空格 这个目标应该是 友谊状态和敌方都可以啊 那他无视阻挡啊 会翻越到空格之上 那可以驱散两个方位内的所有敌方 一个友谊状态和所有友谊状态 一个有害状态 并可以获得再行动的这个技能 也就是说你放完之后 可以马上再攻击啦 大致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也是一样啊 就是敌人buff把它减掉 然后让自己攻击上升 好在一个被动奪射 那被动自身器材大于80%的时候呢 回合开始的时候可以获得复法状态 那复法的buff是法术免伤提高到20% 代替两个内的友谊可以承受法术攻击 那对战之后就会消失了 那就是可以帮助 队友啊 互卫一次法术攻击 最后法术我要记得 然后又可以 就是然后他法术免伤提高嘛 就是 帮你扛这次伤害是ok的这样子 就还ok啦我觉得还行啦 可是呢 小青跟法海尔 小青还是我比较喜欢一点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 法海的技能的部分呢 我个人是觉得 一样 小青跟法海尔 我真的比较想要抽小青 小青还有带阵法耶 好啦那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大威天龙的法海呢 那对法海的技能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一起讨论 那喜欢你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地域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Twitch BB 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